屏東寺重新有一間擁有百年歷史的溫泉旅館 現在是交棒給第三代 老闆江振生十年前他回到故鄉 著手翻修了湯屋 那麼也把阿公阿嬤的古早味美食帶回來 帶您一起來看國境之南溫泉文化的轉變 整隻雞豪邁的放進油鍋裡炸 步驟可沒那麼簡單 還得撈起慢慢的一勺一勺用油淋 真的超費工 翻面後繼續淋熱油 接下來上頭放上大量的蔥 再淋上特製醬汁 這倒是溫泉旅館古早味 蔥燒雞 粗鹽鋪滿鍋子底部 點慢慢慢個30分鐘 這道鹽焗雞吃的是原味的好滋味 從鍋內撈起來 黑黑長長的 是被稱為台灣國寶植物 野生雞角刺 再次從西這成了雞湯經理 同樣吃的也是當地人的回憶 日記實在是留下來的味道 簡單 味道簡單 但是做法不簡單 就一刀一刀弄會很麻煩 他們是覺得會麻煩就不想說 有限量的隱藏版 隱藏版美食 這個就是隱藏版美食 要找回阿公阿嬤時期 小時候的美味記憶 他是張震生 是從西當地百年溫泉 歷史旅館業者第三代 一張蒸朗照片 進入著家族旅館的興衰 在外面這樣子晃啊晃 晃到後面覺得還是該回來 因為爸爸媽媽也是老了嘛 後面回來 然後看到一切都沒改變 我就想說試著去改變看看 十年前返鄉 有些老回憶又找回 但旅館設施可不能一成不變 燙屋裡的石子溫泉池 可是父子吵了好久才有的轉變 這以前是那種 馬賽克的浴室你知道 我知道 淺淺的一個人 一個人躺著的 如果像我這麼 就不好泡 一下去水就沒了 所以那時候改變也是跟你爸爸 對 那個也是喬好久我的媽 要改變的不只是自家 更重要的 要把新觀念 灌進商圈溫泉業者裡 那如何把人潮帶進來呢 和屏東縣府一起合作的 冬季大慶典溫泉季 熱鬧萬分的採接活動 觀光人潮把大街擠得滿滿的 有人興奮拍照 有人熱情參與 似乎回到當年熱鬧的四重溪 個人比較知道這邊有溫泉 然後它對 差不多兩三層左右 商機回來了 當地業者最有感 這兩頂特製的阿湯哥 阿湯妹安全帽 今年溫泉季可要搶盡風頭 但是好還要更好 眼前這個有著鳥居日式建築 就像來到日本的美麗景緻 可是荒廢多年的溫泉公園 那是有點日式的 反正是獻服 他們有去日本那邊去參觀過 因為這個地方的溫泉 在日據時代就很有名 他們想說去把之前的 回憶之前的那種感覺抓回來 蓋了兩年 11月14號啟用的溫泉公園 保留日本時代氛圍 也和四重溪的自然美景做結合 進步中的四重溪 變與不變 都是國境之南溫泉文化 也是百鄉遊子 對這片故鄉的深深情感 美食學員珍想鄭正左 屏東線報導